一个人如果必须通过外界的评价来证明自己,这只能说明他的内心还不够强大,当他不再需要依赖别人的评价,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,那么他才能活得快乐,这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,要想做个内心强大的女人,请先抛弃这五种情绪。 一爱生气,内心不够自信强大的人,常常会自己受嫩气,爱生气的女人,老得快,一个情绪容易失控的女人,不仅仅是在外貌上老得快,心灵也会被自己的情绪蒙上一层阴满,你会觉得自己所经历的每一天都十分糟糕,生命对你来说没有热情,你失去了积极生活的能力,你扁得越来越脆弱, 别人一句无心的话,你都会觉得他是在针对你,你的脾气永远都发不完,也就无法再在你的生命里自由闯荡,我爱生气,而生气的我,在大家眼里根本就是个怨妇,一点魅力也没有,很丑很丑,总是为一点小事生气的人,内心脆弱,无法独自面对一丝风雨。 二,敏感,但丁有一句名言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说去吧,这句话一直是我的人生格言,每个人的生活环境,所遭遇的事情也不同,没有两个人做事情的方式是一样的。 所以有时候我不小心说的一句话,被一些人认为是对的,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,我说的一点道理也没有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,如果我自认为对婆婆很好,我给她买了新衣服,并且希望听她在别人面前夸我。 可衣服并不是她喜欢的款式,她也没有夸我,我会很沮丧,觉得婆婆一句都不起,也不穿出门,一定是对我有意见,也不喜欢我给她买的东西。 心思敏感的女人,常常被自己困住,一点也不快乐。 三,喜欢叫真,在电视剧《欢乐颂》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,就是不与傻瓜论长短,喜欢叫真的人,她在生活永远都保持着进攻的状态,可在这个世界上,大多人都喜好和平不愿意去战争。 有一种女人,永远觉得自己的面子价值千金,认输和认错对她来说是一生最难做到的事情,因为她认为低头就是最大的错误,即使错的一方是自己,她也不愿意做先事好的那一个,你愿意错到底,叫真的女人。 看起来像只勇猛的斗鸡,实际上猴子不喜欢和斗鸡争输赢,死拉不下脸,越是一无是处的人,越追求浮于表面的东西,内心不够富足,也就极易掉入任务制填满贫乏的误区,最后反倒落个已无所有的下场。 另一方面,接纳不了自己不够好的现实,也会演化成自负,有个远方表姐在超市做收银员,别人问她做什么事,总是蠢公司是世界五百强,她生怕自己拆人一截,朋友间聊天,在自己的成就上总是夸夸其谈,张口闭口就说自己认识各种名流,姿态高高带上。 每句破产姐妹里的Max说过,我表现得我不喜欢任何事物,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我想要的。 是的,往往人远是炫耀什么,内心远是匮乏什么,总拉不下脸来的女人,其实内心更是一团乱嘛,总之,借灵还需细灵的她自己,五万得幻师,塞翁师马,言之非福,这个道理想必大家都听过。 但很多女人却在生活里忘记了这个道理,比如,早上赶公交掏钱时,弄掉一张五十块,哎,不开心,以后口袋里不能装钱。 比如,发了条朋友圈,都半个小时过去了,怎么还没人给我? 换得幻师的女人,总害怕失去,而且对失去的东西过分执着,一想起来就会陷入低落情绪。 只要你真正明白内心的需求,自己想要的就去追随,不在乎别人的评价,自己不喜欢的就舍弃,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 内心强大,可以让你在生活中更轻松,更迎然自得,弱者普遍易怒如虎,而且容易暴怒,强者通常平静如水,并且相对平和。 我想只有真正内心强大的女人,才能够活得快乐,活得值得,刀枪不入,百毒不侵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